大家好 我是白豬 我今天要教大家怎麼透過小魔術能夠更貼近女孩兒的心 首先你要先準備一個類似我手上這樣的鐵環 其實這個鐵環或者是用女生的這種夜店的大耳環其實也可以 如果女生沒有這樣的耳環那怎麼辦啊 沒關係 你就自己帶就好了 其實這種時尚感它是比快條旋風裡達爾西米來得更好看 除了剛剛那個耳環之外呢 你還要準備一條巷內 像我手上展示的這一條 那我就直接先表演這個小魔術給大家看 這個時候如果女孩她沒有看過這個魔術的話 她其實會蠻驚訝的 那再來也就是這個魔術最重要的情況 當女孩子驚訝的時候你可以跟她說想再看我表演一次嗎 當女孩答應的時候你可以直接請她拿著這一條項鍊 那這個時候你的位置呢 就要移到女孩的旁邊 那如果像是麥當勞那種固定座位的話 沒關係你就騰空坐在她旁邊 其實也是可以 接下來呢 你一定要誠實的跟她說這個魔術要成功的話 你的左手一定要扶著她的腰 其實這個不是變態的行為啦 如果手成功貼到腰的話 那就直接表演吧 左手的位置如果不滿意的話 你可以透過重複幾次的食物 然後來調整 調整到你左手最想碰觸的位置 那接下來我就直接講解這個魔術的技巧在哪裡 大家可以看到我右手的中指是必須跟鐵環貼合在一起的 這個魔術的重點呢 就是在於說 只要你能夠順利的讓鐵環旋轉360度 其實當她落下的時候 她就會跟項鍊一起勾在一起了 那最後因為女孩子眼睛看完這種超近距離的表演 那如果又再聞到你身上的一些運動香粉 她會整個性化怒放 希望今天的教學能為你們帶來更多的樂趣 掰掰 啾 謝謝你